2021年10月17日,蓝梅万里行采访团实地探访三江园国家公园蓝沧江园园区,深入了解蓝沧江园园生态保护工作。近年来,蓝沧江园园区通过加强园园管理,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圆满完成了国家公园建设的要求。 进行了蜀害的防治,进行了黑土坛的治理,在一些植笔比较较差的地方进行了是非的治理,所以咱们的源头的这个潮也长得更好了,植笔覆盖度也更高,生活多样性越来越丰富,数量越来越多。 据了解,三江园国家公园正式建立后,将会落实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继续现有生态修复的同时,在一些生态脆弱的地区将严格限制人为干扰因素,实现生态的自我修复。 由于历史所遗留的一些需要修复的地方,我们的重点肯定要对它进行一些修复,那一些特重重点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核心区,生态机器脆弱的一些地方呢,我们不进行人为的感扰,而让它自然去修复。 你人为修复,修复得再好,你的景观和你的质量是绝对达不到它自然修复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下一步肯定要从这些方面去做一些工作。 对于国家公园未来如何开发,尼嘎表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不是单纯的照搬国外经验,而是要摸索建成具有中国特色,高原特色的国家公园。 我们的国家公园不应该是黄漠式的管理,不应该是一个无人区的一个大片大片的空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公园的管理,那肯定有人在这个里面居住。 那最终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目的。 据了解,蓝沧江源园区目前已实施了昂塞大峡谷漂流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昂塞雪豹自然观察两个特许经营,为中国国家公园探索自然教育与生态旅游新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 那这些高端的旅游也好,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也好,都要有一个特许的办法去开展。 在特定和特许的这个政策下,对生态不是不会造成破坏的,对老百姓,对社区会带来利益的。